主料,面粉600克,酵母6克,菠菜500克,虾仁200克,鸡蛋3个,粉丝50克,辅量,油,盐,胡椒粉,味精,香油,葱,姜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面粉,酵母加水和成面团,行20分钟,把虾仁洗净,菠菜洗净或热水捉一下, 凉凉切碎,鸡蛋花炒一下切碎,粉丝切碎一起放入菠菜中加盐,胡椒粉,葱姜末,香油,味精调匀,放到面杆上揉匀,搓成长条,切成均匀大小的剂子,改成薄皮,先放入馅料,上边放上小仁,从一头开始,两边捏成均匀的褶子,凉水入锅,开锅蒸,20分钟关火, 慢三分钟出锅,稍微拌开一个,薄皮大线的菠菜香人大包子,快来尝尝吧,烹饪技巧,凉水入锅,开锅蒸,20分钟关火,慢三分钟出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哦!